事实上民进党人头党员问题多年来一直存在 党内山头或是政治人物养人头党员 无非是想要争取党公职初选出现 民进党虽然速度改变初选的办法 想要降低人头党员的影响力 却始终无法杜绝养人头党员的现象 有政治学者建议 民进党可以跟国民党协商 是否采用国外的公办初选方式 或者是再提高民进党内各项选举的民调比例 来解决问题 为了解决人头党员问题 被检调指控涉及会选 民进党在2011年临时全国党代表大会 修改总统与立委提名办法 决定总统与区域立委初选 采用全民调 近来由党内人士提议 2014年721选举党内初选应该比较办理 政治学者施政风分析 人头党员的出现是由于民进党内公职初选 与党职选举都是由党员投票决定 于是民进党内开始出现有心人养人头 试图影响各项党内选举结果 虽然民进党苦思办法 希望解决这争议 不过在党内派系 角力的生态下 人头党员始终存在 施政风建议 应该采用美国公办初选的方式来解决 美国早期也是有这个人头的方式 唯一的方式就是用公办这个初选方式 民进党他们当然派系里面 他们有不同的盘算 比如说认为比较有人气的 他认为说有民调 认为说地方上比较强的人 他是认为说我能希望有人 有这个党员的部分 不过施政风一谈言 在国民党并没有打算同意采取公办初选 帮民进党解套的情况下 政府公办初选的机会相当低 东武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是用民则认为民进党还是应该考虑提高初选的民调比例 来解决问题 把这个民调的部分扩张 那这样子人为操作 或是派系要做操作空间就比较小 如果把党员全部砍掉 民党内是有这种声音 可是我觉得你做个民主政党 你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民进党即将面临2014-721选举初选 以及攸关2016总统大选提名的2014 民进党党首席与常委职委改选 人同党员现象 不但会引来外界会选的质疑 也会引发对党内选举结果造成影响的疑虑 这个节要怎么解 不但关系到未来民进党人事布局 也会对民进党发展的下一步造成影响 记者张志宗张子佳 台北报道 本集团队 本集团队